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莫迪的代表 大家好,我是莫迪系列的Hana 台下各位同学们对莫迪系列不太熟悉 有些人已经认识我们的 那是我们的原因 可能是我们的第一把MOD24狙击枪 那今年呢,我们推出了我们的第一支电动枪 XTC H3 Tentacle 跑鱼 中击战术塔兵枪 呃,大家可以看到手上这一把 呃,大家可以看到外形 已经,就是有点突破大家对能够的看法了 那当然内部也是 这一把XTC电动枪的话 我们是搭配我们的MPI系统 Minima Power Intake 意思是说,呃,你可以用最低的电量 来打到最好的效果 呃,内部齿轮箱的话 我们是使用,呃,比较简 一种机械跟定能达到说神秘力效果 所以你只要使用普通的电池 其马达,就可以达到神秘力效果 那再来呢 就是我们后拖的部分 后拖的话,我们就是使用海报拖 那,这就是我们的事件 大家可能,各位玩家在移动你的 呃,就是在滑动你的后拖的时候 会来生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的线会不会 就是在滑动后拖的时候 而卡处处的后拖 然后,呃,我们这个后拖呢 是采用同面性回到神秘力 所以说,你可以很顺的去滑动你的后拖 完全不会出现的干扰 完全不会出现的干扰 那么,再后来 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说 我们可以使用简易工具 用脚拌手 大家看到这个是 会让大家看水子比较大一点的 我们只要把工具 插到我们的后头脑感里面 就可以三段式的调整 一个弹簧出生 一二三,三缺之后呢 弹簧也会回復原来的出生 既然可以调出速 那你可以换它 所以,你只要 打开后拖操感 插入体力工具 不用拆紧上下 相声积持人家 你就可以把 你要更换 螳螂换出来这样 那后拖电片这个部分呢 我们要采用人体工学的小组 所以你只要靠在身上 它这边有人体工学的身体 而且它是比较特殊的材质 所以它可以实证 它可以实证 再过来 大家可以看到 上下枪权的部分 在上下枪权这部分呢 我们有 对正枪的改装枪款 来去做 设计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的 线条很有效 而且平前搭配我们的双边 设计全球表 它是采用45度的设计 然后低干涉 接下来 整个 这个是运步的部分 运步的部分 我们是 上面12点钟的方向 是配置标准的 皮达滴滴 巨龟的标准 皮达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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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只要收上 如果画本 简单可以搭配一些 正常的配备 然后整个 鱼果都是 吸引自己夹果的 那大家如果有 更多想要体验这把枪滑不滑顺 或者说 握起来的感觉怎么样 欢迎到我们的团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